各位同学,我们来跟各位讨论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106年的考试题目。 来,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债务人甲户籍涉于屏东市,因工作关系住于台中市,甲因无力清场债务,所以有债务清理程序的发生原因。 税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之规定,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清算,台中地院以甲之住所设于屏东为由,裁定移送于屏东地方法院。 然而,屏东地方法院已认为,甲于户籍地并无居住事实,应以台中市为其住所。 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觉,这个案例事实发生了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大家都认为我有管辖权,应该归我处理。 消极冲突就是认为,大家都认为我没有管辖权,应该是别人加以处理。 这个是消极冲突。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消极冲突。 台中地院认为我没有管辖权,应该归属于屏东地院。 屏东地院也认为我没有管辖权,应该归台中地院。 简单讲,台中要推给屏东,屏东又推回来给台中。 那我们问你一下,先受理的法院是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既然裁定移送于屏东地方法院。 屏东地方法院可不可以再推回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各位讨论106年四四关考试的第一个题目。 好,那我们当然跟各位说明,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对于管辖规范的很简单。 就是第五条的规定。 那我们当然知道,依照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债务人申请清算或更生,应向债务人住所地或居所地之地方法院为之。 那你当然知道,在101年修法之前,只限于住所地之法院管辖。 但是我相信各位同学很清楚,在台湾有很多人户籍在南部,户籍在东部。 但是他却因为工作或求学的关系到了北部到了西部。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发觉只要要投票的时候,就会大举的由北部做高铁,或者做其他交通工具到南部到东部。 但是他工作的地点平常所在地,就是在北部在西部。 那在这种住所地跟居所地两相分离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只认为住所地之法院方有管辖权。 那我们101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除了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之外,我们多了居所地之法院亦有管辖权。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案例是实。住所地或居所地都是属于专属管辖。 此专属管辖原来仅限于债务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也就是户籍所在地的屏东地方法院有之。 然101年为考量债务人之便利使用法院的需求,除住所地法院外,居所地法院台中地方法院, 因常为债务人经济生活中心,故于第五条第一项增定其艺术更生程序之管辖法院。 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案例事实当中,有两个法院对于债务清理程序是享有管辖权的。 住所地的法院,居所地的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均有管辖权。 所以我们发生了管辖禁合。管辖禁合是指什么?一个事件有二以上的法院加以管辖。 那对于禁合管辖的处理,麻烦你注意,民事诉讼才选择主义,而非诵事件才优先管辖原则。 两个不一样。那我们就要讨论到一件事情。我们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对于管辖的部分是准用民事诉讼,还是准用非诵事件。 你知道的破产跟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都是非诵事件。那管辖这个部分,我们是准用民宿,还是准用非诵呢? 那我们当然要跟你讲,依照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15条的规定,我们是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所以各位同学,禁合管辖之情形下,债务人基于选择管辖,得任则一法院加以起诉。 来,我们一起看到。 于住所地法院,屏东地方法院,及居所地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均有管辖权之情形下,债务人假得任向一法院申请债务清理程序。 15条准用民事诉讼法22条,以及招人假得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清算,亦得向屏东地方法院申请清算,两法院均有管辖权。 好,那如果两个法院均有管辖权,那我们就要问你一件事情。台中地方法院把他移送到屏东地方法院。 屏东地方法院又认为,我不应该受理,因为虽然他的户籍在这里,但是他没有居住的事实。 所以他想要一推了事,再推到台中地方法院那边去。 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处理? 那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关于这个移送的问题,民事诉讼法有没有规定? 民事诉讼法当然有规定。民事诉讼法30条第二项诞书,就是在这里有明确的规定。 各位同学,麻烦你看一下,我们这一边给你的大标题。 民事诉讼法30条第二项诞书,乃足迹谨一法院,为专属管辖法院。 这是什么意思?来,我先简单的跟你看一个比较容易的题目。 这是93年四等司法特考的考试题目。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原先,我民事诉讼法对专属管辖大致上都是这样规定。 什么规定?简单讲,在家事事件法出来之前,民事诉讼法对专属管辖大概专属于一法院管辖。 可以吗?家事事件法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一边大致上都是专属于一法院管辖。 各位同学,一起看这个题目。原告假驻台北市,被告已驻桃园市, 假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已因屠消坐落新竹市土地之抵押权设定登记。 各位同学,我相信你当然知道,这里的诉讼标的是什么? 民法767条第一项中段,所有权的物上请求权。 如果依照767第一项中段,诉请要图销抵押权的设定登记。 台北地方法院受理后,认为他没有管辖权,即依职权已裁定移送于桃园地方法院管辖。 那桃园地方法院是否因此取得管辖权呢? 各位同学,你一定要注意,我相信你知道,如果涉及不动产物权的诉讼,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这也因此認為有了好像他很有 behavior må protected或讯 долго国防抵押权, 这个专门 champions 몇第二项目適在路上研究发来的颁迫回答是什么? 感谢观看